HELLO 大家好 午安 現在是午安對吧 大家午安 怎麼辦夏天了 我每個夏天都在煩惱要穿什麼 因為夏天太熱了 就穿什麼都很熱的感覺 我覺得我冬天比較好看 就是夏天很難穿衣服 不覺得嗎 因為我那麼小隻 然後夏天衣服那麼單薄 看起來就更小隻了 但真的不喜歡夏天 我去年夏天都在穿什麼 我每次到夏天的時候就會去看我去年夏天穿什麼 因為我每到夏天就不知道我要穿什麼 你每到夏天你就會去海邊喔 什麼意思 你想接什麼歌 沒有我已經講完了 你怎麼沒接到 我怕渴錯 我夏天都在幹嘛 去海邊啊 OK 你有沒有接到啊 沒有欸 那一首歌叫什麼 夏天 這是一首歌 等一下 你們要看我的螢幕 新升級小燈套 沒有寶貝 沒有寶貝 天亮 早安啊 順利 午安 還在上課 天亮 還在上課 還在上課 天亮 上課加油 有這首歌 有啊 秋寶寶 誰的歌 他這邊寶貝 我愛夏天 頭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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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啊 我愛夏天 我不愛夏天 謝謝冰錯神的音功寶 有很多 謝謝劉音魯夫的紅玫瑰 他說夏天有很多漂亮美眉 是蠻多的 我愛夏天 我愛夏天 因為 他們穿著洋眼 因為他們穿著洋眼 這歌詞 夏天電費 真的我最近一直在開冷氣 你知道嗎 真的想說 天啊怎麼辦 我的電費會不會爆掉 我覺得應該在八千塊 不可能的吧 哈囉 金銘柔 我看我夏天都穿什麼 嗯 就是那幾件 美女講跟美女講一樣 對啊 因為我最近沒什麼賣衣服 我幫你挑Summer的族 對啊 對啦 你有沒有發現我最近真的沒什麼賣衣服 跟你 好像是耶 對吧 誇獎我 是不是因為搬家變窮 沒有 你錢包只有100塊是要買什麼 好安 那很的確 最近沒有那個想買衣服的FU 是不是自從整理那些衣服 好像是耶 就只要好像太多了 沒有需要這麼多的 希望你成為簡約女神 沒錢買新衣服 就是沒有想 希望你可以維持久一點 一個接見的部分 對 夏天 我贊助你衣服 真的喔 謝謝 所以我麻煩你囉 我覺得我要去剪頭髮 太長了 謝謝博程的叫劉玉婷唱給你聽 我太想要不要等六月公園結束後去剪 因為我在公園想要再綁一次馬尾 剪的話就綁不起來了 對不對 你是不是一直會剪到這裡 我應該不會剪太短 可能這邊嗎 這裡怎麼樣 這裡這裡 耳上 欸你要聽我的話好不好 那邊 你為什麼不聽我 就是我想要再綁一次馬尾 長一點綁才好看 低雙 不過它很糾結 可是剪短就沒有什麼造型可以包 剪到下巴 因為我覺得夏天太熱 就 不想要 吹頭 但是我也沒有不喜歡現在 現在長髮也蠻好看 謝謝小白兔 送的童話會員票 是你的臉好看 是臉的問題 你會覺得我現在瀏海太厚嗎 你是慈禧嗎 慈禧太厚 我是很認真的在問你 你每次都不認真的回答我 我問那個 還是你氣功課 反正你臉好看 臉好看也不是這樣子糟蹋吧 不能因為臉好看就這樣子 但是怕他認真回答會透露出他對你濃濃的愛意 嚇死了 誰在亂講話 謝謝咖啡的小號角 你叫老婆不要亂講話 老婆別亂講話 老公會生氣喔 好 我是認真在問你會覺得我瀏海太厚了 我覺得不會啊 剛好 好 我在看我到底今年夏天要穿 其實這樣蠻好看的 可是我覺得這樣要短頭髮比較好看 那給大家看啊這個 這麼短 那穿來穿去就是那幾件 謝謝坤坤的紅玫瑰 我覺得那時候你蠻時尚的耶 短髮嗎 嗯 謝謝你 也沒有那麼時尚 還好 就這樣還好而已 謝謝 不要謝那麼真誠 我不想再誇張 真的開心啊 你確定可以播嗎 這可以播嗎 可以啊 只是一個身體的那個部位而已啊 慢點 喔還沒還沒還沒 還沒副歌 我不想唱 你要這樣至少搖一下 我不要 這不能播吧 但他說 乳裡面都是脂肪耶 你想知道嗎 不想知道 抱歉那下一首 可以這首可以 這首很嚇人 是one direction的吧 我的愛團 我喜歡切法 你為什麼每天都要一個漂亮 因為這世界都是不公平的 我是不是要氣死他 對不起 這長度是不是真的不錯啊 你看一下 這樣算肩膀 這個是肩膀的長度嗎 我覺得不要太短啦 差不多這樣 差不多這樣 太短了 他不會不喜歡你 這倒是 嘛 大概是 看一下 這個 下條 這看起來 不是 應該是 不過是 應該是 坦克 還不喜歡 肩膀長一點比較不會有過渡期 其實肩膀就已經不是過渡期了 肩膀應該不算過渡期 因為是在這邊才會有過渡期 就是這一段的時候 但這個肩膀就算中長髮 就好一點 差不多這樣 我覺得我現在長髮 跟以前長髮又有不一樣的感覺 現在長髮比較簡一點 以前是比較學生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我現在長髮有 比較簡潔感 我覺得有嗎 我覺得有 現在長髮比較有簡潔感 比起以前 你看一下畫面 是不是有簡潔感 好像是耶 還在思考 要不要緊 這邊光不錯耶 謝謝你把我留在這邊直播 我沒有留喔 你不要亂說 我剛剛把他去那邊直播 他說這邊光比較好 好像是耶 你不要亂說你 因為這邊是自然光 這龗我留在這邊 減了國中生 留長大學生 減了比較清新嗎 那些感覺 然後留長的比較 結感 是要省冷氣嗎? 其實也不是 減了還是會很減 好難選都愛 對啊真的很難 因為我都蠻喜歡的 所以真的很難選 我自己也覺得很難選 因為我真的都蠻喜歡的 一長一短 有人叫我一長一短 好像蠻好看的耶 然後你短髮控就轉這邊 可是我右臉比較好看 那現在就是短髮要右邊還是左邊 短髮控 短髮控 長髮控 不想我只有我右邊要短髮 好那你右邊短髮 因為短髮要顯臉大 長髮可以遮一下 右邊短 右邊 左邊 我要繼續聽歌啊你在幹嘛 我在放歌啊 他只是這首個叫做激進的 我不要這首 太安靜了 你自己那麼安靜 然後不想要別人安靜 對啊 需要熱鬧的環境 多熱鬧 謝謝好愛的緣分 臉明明飄小 沒有啦 謝謝後看的告白氣球 謝謝 謝謝 他生氣了啦 三角形生氣了啦 我說我臉沒有很小 這樣也要生氣喔 你就不能原諒老婆嗎 老婆講什麼都是對的吧 老婆說什麼都是對的 我跟你道歉 老婆說什麼都是對的 我跟你道歉 我搞錯身份了啦 對不起 不是你是老婆吧 對啊 所以老婆說什麼都是對的啊 所以他說的都是對的 所以我跟他道歉啊 我角色混亂 OK 我以為我是老婆 可惡 沒想到跟他的相處模式 我居然是老公啊 你有點Man啊 我平常不是 跟大家的相處 不是這個角色 可是我覺得你有點Man 其實 是嗎 是 沒事啦 你想當老婆我也可以按角色 我不要啊 我不要 你不要什麼 為什麼現在在放Merry Christmas 他蠻好聽的 好萌 任性小抽 你們就喜歡啊 對不對 你們就喜歡任性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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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傲嬌 我已經抓到流量密碼 他們喜歡的東西 你看我這次的宴費 是不是 打中大家的心了 厲害吧 有點 對你們就喜歡有點小壞壞 我跟你們說 人就是這樣 喜歡有一點壞壞的東西 所以不能太乖 不能太乖 就是 乖乖的只想再帶一點點小壞壞 這就是所謂的小心機 謝謝金釉的搓搓泥 等等晚餐是什麼 等等晚餐要去吃燒肉 對 確實我沒有 我是都愛拍 這次的業配太強 大家要記得支持我的生鮮 我都那麼有誠意 又放上厲害的照片 大家可以多指定 多指定的吧 畢業前生沒幾次了 好 略略請繼續幫我吃 我也要吃燒肉帶我去 反正你還要畢業了 那你現在上來啊 你現在來啊 來台北 通通忘了還有幾次生鮮 你猜猜看 你們到時候就知道啊 看買可以買到什麼時候啊 不透露 不要上鳥我 不跟你們說 你們錢買且珍惜了 謝謝阿圓的緣分相遇 我也要謝謝阿圓的緣分相遇 誰要聽別首歌 欸我跟你們說 我最近愛上一首G-IDOL的新歌 我超愛的 讓我放一下 我最近狂聽呀 他們輕輕的 然後我找一下 我們找一下喔 這首 我真的很愛 謝謝厚寬的紅玫瑰 以後再切換幫你出生鮮 不買了啦 你那麼快快 我越會你越愛啊 不是嗎? 不是嗎? 我一直以為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才是死壞 我以為你喜歡 所以 原來你不喜歡 以後沒生血還要繼續找機會消灘喔 壞的,你們放心好了 消灘的體質是不會變的 G不發音,所以是IDOL 我真的很愛 已經加入個單了 未來會考慮自己出血針嗎? 你們會買嗎? 你們買我就出 你們會買我就出 買啊買啊 都買 他們先買24本 可以出血針了 他們會買 什麼東西? 畢業號出血針 血針機嗎? 對啊 可以啊 清新的那種 自己出就買 敲愛之前咖啡廳風風 我也覺得 那我們就找同一個 那個 朋友 可以出電子 寫真 比較省城 要害女人的那種 我們可以有兩個方案啊 一個是電子的 一個是 你需要的話 就會硬死體啊 好會做生意喔 我的 那個 經紀人喔 我很可憐 你有給我錢嗎? 你又沒有給我錢 叫什麼經紀人 我代表你啦 好不好 好 好不好 我努力變紅 我努力加油 變更厲害的人 好 少量硬很貴 謝謝博威的掌聲鼓勵 我以後還是在做直播好囉 覺得這邊光比較好 看起來比較漂亮 實體價錢當然要高一點 我的愛哥 TELLO SWEEP You need to calm down 在跟你們 看到我業配的照片的你們說 You need to calm down 欸那片是真的很多人喜歡 比我想像中的還多 我沒有想說 很少發這樣的照片 會不會有點害羞 有點 有點太多 結果大家以為都很喜歡 比我想像中的反應還好 沒人像你這樣做 壞蛋 那片太危險了 有太多 真的有太多 我很生氣 太多了 三角形在保護我 他說我那個業配太多了 真的喔 他明明就看得很開心啊 看他想要自己開心 他不想跟別人分享 我是不是看到你喔 他希望品涵的最美好的一切 都是留給他的 他想賺為己有 你已經看透他耶 摸透了 畢竟是老婆 來我家 怎麼自己開 我看透了 我發現我夏天沒有什麼發照片 是不是夏天太熱我很少出門 我發現我夏天的照片好少 不服不服要一起看 真的很少夏天的照片 還是蠻喜歡短髮的時候耶 還是蠻喜歡的 這短髮就會有過渡期 剪 確實 我要你剪短髮跟我蠟筋 根本沒有這件事啊 首先 剪短髮是可以啦 啊蠟筋怎麼回事 這是我直播間裡 可以出現的詞彙嗎 那你可能要 換一下那個 剪短髮是可以啦 勒肌 我是 不太適合出現啊 勒肌 你這是什麼語言 不能講啊 他要把我剪短髮 他要把我剪短髮 不適合放上 我要選我喜歡的歌啊 為什麼 因為這是我直播間 這是我電腦耶 好棒 好棒 要往出門 但他出血針的話 是不是中長髮才好變造型 那還很久 頭髮一下就流回來了 不用擔心 而且現在接髮那麼方便 如果我要短髮 也可以 想要馬上長髮也可以接頭髮 圍禮我們絕交 為什麼 為什麼 要跟圍禮絕交 所以才絕交 其實我要長要短都可以 其實髮是用自己剪下來 沒有 現在很多那種假的頭髮 塑膠髮 你現在不是也是嗎 然後就拿起來 你不要亂說好不好 大家會細以為真耶 你很煩耶 你一直在亂造謠 我這個是真的啦 你要小心喔 等下會掉下來 真的 不要亂造謠 這真的是無根無據 Luma 無根無據Luma 請拿下你的假髮 請拿下你的假髮 好真喔 好真喔 跳公演跳一跳就 大家現在不要在那邊想像好不好 下次看歌點要看仔細一點 你們就會看到那個縫 這邊 這塊 不要在那邊想像 我抖耳法的時候是蠻好看的 好像又喜歡抖耳法 你為什麼可以自己這麼自戀啊 你們兩個趕快開節目 各種奇怪的效果 確定是效果嗎 確定是效果嗎 我們在直播間 吵架都是爭吵 不是效果 你的假髮比較真還是 你對我的愛比較真 你不要問他難問題啊 他現在連選項都 無法了解 對啊太難了 不要問我這麼困難的問題 幹嘛啦 你要幹嘛 你要 這個 你要化妝喔 因為眼睛也會化妝 好啊快點 掌量不用化了 很漂亮 你很漂亮 真的不要吵欸 欸欸欸 你們偷彈戀愛我 忌妒啊 你在忌妒什麼啦 欸欸 很慢 我現在瀏海會不會太厚 很慢 我現在瀏海會不會太厚 可是還好 還好 還好 怎麼了 你有遮住痘痘嗎 有 你長痘痘喔 這不用念字 你有會害怕別人知道你長痘痘喔 你知道嗎 我等一下要開會 害怕我的體驗沒過 所以要遮一下痘痘 欸 可是我覺得職場上 我覺得有差 有差 你比較好看一點別人 所以你的態度會珍重一點 或是比較通融一點 來來來放回去 真的 大家還是要把自己打理乾淨 職場上真的有差 他不過我的提案的話有差 他感覺是我長得太難看了 我可以幫你化妝喔 這是我專門的 我現在不用化妝 我只有摺而已耶 你看這樣 我不化妝喔 你的提案怎麼辦 你看一下 我覺得是不會過啦 我的笑容沒辦法 你可能要化一點妝 我覺得你可能要化一點妝 你再仔細看 比較會過 可能要化一點妝 但是你看我有這個 喔 你說Big Boo 剛剛那首歌 Heavy Boobs Proposal Proposal 現在也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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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有漏過耳頭 只是要分一下打線 我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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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整個意義上提案就過了 還是下次公演露耳頭 可是我現在的瀏海太短了 如果我要露耳頭可能沒辦法 因為它固定不住 讓瀏海長一點才有辦法 謝謝一城的水晶四葉槽 下次公演可以讓我住你家嗎 我都回不了家好可憐 你可以去那個 那個叫什麼 網咖那種 我在幫他想辦法 太可憐了吧 他是不是不要來看你比較簡單 好像是不行啊 還是要來看啊 謝謝平衡給了我一場很棒的公演表演 不客氣 不看了 他說不看了啊 都是你啊 亂提議 對不起 都是你 請你跟我道歉 對不起 還是要去看啦 我也想去看 他請你去搶票 你就不要讓我搶到第一排 那真的是蠻尷尬的 可是你第一排我會很尷尬 你會很尷尬喔 其實還好啊 只是會看到你都很想笑 有什麼好笑 我爸媽也想看欸 那他們就是我的對手了 當然我覺得他們搶不到 體育網咖不錯喔 我以前 我以為會有睡華山草皮之類的 對 千漢要有會員才能第一排 喔 你沒會員 是喔 怎麼那麼麻煩 千漢可以幫我搶票嗎 你幫我搶我就乖乖去 他自己都搶不到了 你怎麼知道 你就不要給我搶到 真的 有應該有公關票吧 那為什麼不給我 不確定欸 那你為什麼不給我 可是他搶都搶封位 很有公關票 我覺得應該沒有 我來不及喔 我決定要搭車 計程車 掰掰 希望搶得到 希望搶得到 掰掰 我的第一場坐山頂 謝謝歐比王的紅玫瑰 掰掰 失去靈魂的影 對啊甜甜的 你不喜歡 不能搶我嗎 誰家你要搶那個 誰家你要搶那個 誰家要去上班 哪是的 他要去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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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Uronus的應援棒 謝謝你 我還在看我夏天都穿什麼 不知道不知道我夏天要穿什麼啦 好崩潰喔 這次公演真的在夢之後 最後一句歌詞很有感受 最後就是什麼 北部開始熱 最近真的是很熱 我真的已經一陣子沒有買衣服 大家可能今年夏天又會看我穿差不多的東西 一起去逛街然後買新衣服啊 可是我最近都沒有想要買衣服的欲望 但可以一起去逛街 我很喜歡跟別人一起逛街 因為切晃不會跟我逛街 他超討厭逛街 然後平常有時候會跟我 喔 理睬 理睬會 比較常就是跟理睬 對 他說我想要那種會 就是 會勸敗的人 因為我覺得理睬算冷靜 他會跟我說 嗯 要不要再看一看 是不是 就是他不是那麼 他不是跟我會一起那種 一起花錢 他是那種很冷靜 就是 剛剛也出就他不太會買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好像就是 像有一個會跟我一起 風說 欸這個好 然後他自己也買很多 然後我看別人買很多 我也會想跟著買的那種 對 理睬抽屏 一起逛街刷 有人幫你拿東西給你建議嗎 我覺得需要給建議的人 或是勸敗的人 謝謝伯承得湯雅德和魯斯之夢 謝謝伯承 我理睬最好 很像我瀏海的魯斯 這是蹤影的告白氣球 對 嗨喽 琪琪你好 阿姑应该算会劝败吧 可是我们要很常跟阿姑一起逛街 比较少 谢谢雪带八的双手比赞 拜拜 胸轴 等我啦 我超爱怂恿朋友花钱 真的吗 我可以需要这种朋友 可以一起大买特买的 阿姑的流行触觉不好吗 还不错啊 只是我们比较少约逛街 比较常约吃饭 拜拜 博春 海涵跟阿姑出处都莫名其妙花了一多长 是哦 可是我跟他们出去好像都不太合啊 没有 对啊 那名字两个字的是否只叫一个字 叫一个字也太懒了吧 叫一个字的话知道是来叫谁吗 跟李佳出门就会了吧 他们脑波超弱 我就会还好耶 他们买东西意外的克制 理睬蛮克制的 李佳我就不知道了 我身边都是劝卖朋友 但他们自己又都不买了 他以为李佳买东西都是传统购物款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还好 吃的可能就克制不了 谢谢卡木影的荧光棒 谢谢小光的红玫瑰 谢谢艺成的缘分相遇 谢谢艺成的缘分相遇 问就是买 谢谢阿波的缘分相遇 但我发现我真的没有很常跟别人一起逛街 就是通常会 应该说要找到可以一起逛街很自在的人 我觉得很难吗 就是我觉得 虽然会向往想要一起逛街有朋友 就是可以一起买的朋友 可是如果我要跟这个人一起逛街 代表我要很信任他 我啦 因为买喜欢什么东西就是很主观的东西 所以就是会让对方知道我的喜好 所以我觉得很隐秘的东西 所以如果他能跟我逛街的人 我觉得是要我很信任的人 对 所以我没有很常一起逛街的朋友 真的 还可以还没什么朋友 所以我反而比较长自己 这样可以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 好奇跟箱子好像很少跟箱子一起出門 通常都是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時候才會 好像比較少會單獨 但你買的東西之後不是會穿出來 大家還不是一樣會知道 可是那個當下沒有人會阻止你啊 對吧 不想讓人知道選物的價值觀 他有一點 你想要什麼我就喜歡什麼 走吧一起逛街 平常都掛網拍嗎 沒有我真的很久沒有逛街了 很久沒有買東西了 已經大概 有沒有三個月 三個月沒有什麼在逛東西 就是這幾個月真的是滿需要的東西 衣服什麼真的很少 可能真的是搬家後看到那些沒在穿的衣服太可怕了 就沒有在想買東西 對內向的人來說被知道喜好很害羞 真的嗎你懂吧日 你懂我 有跟董子逛過街嗎 沒有耶 好像有沒有一起吃過飯 對 原來只是錢包只剩一百塊的原因 不是這個原因 是我不想買 對 也有被預算受限了吧 就是好像覺得錢可以花在別的地方 對 所以最近比較沒有那麼想花 在逛街上 覺得好像可以花在別的地方 可能出國旅遊機票之類的 對 我都在AKP4K TeamTP.com買東西推薦給你 好啊謝謝你 謝謝陽神的推薦 祝你買到賺到 你也是省錢小達嗎 沒有 我覺得我該花的還是會花 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到非常省的人 對 可是也沒有到會亂買 就是中間 該花的還是會花 但是也不會特地的去亂買什麼東西 對 準備買房了吧 這個髮飾很常出片很可愛 謝謝 買一筆賠一筆 開花的好像好 如果買衣服跟吃飯哪個優先 吃飯 我覺得是吃飯 對 除非今天我那個買衣服是工作需要 那我就會買 不然我覺得吃飯跟買衣服 應該是吃飯 想要吃好料的 比起衣服 因為我覺得我衣服真的是 for工作需求 你看我如果今天不是這個 偶像的身份 不是公眾人物的話 不需要那麼多衣服啊 對吧 我就是有 可以Chancement衣服就好啦 那就是拍照要 總不能一直出現一樣的衣服 或是活動不能一直出現一樣的衣服 所以才需要那麼多衣服 對吧 不然我覺得是普通的 我就是有 衣服穿要可以拉 後來發現有制服的好處就是 發現自己的衣服穿不到之後 不會一直想要 真的 所以我現在好愛穿制服 就是不用想說 師傅要穿什麼 這點真的是蠻方便的 就是後來的握手會也是 就是我覺得有制服其實蠻方便 衣服你就沒差 大家都一直送你就好 我每年都有衣服可以穿 免費的 有啊 有時候也會接收到 阿貝桑送給我的衣服 他每次送給我的衣服啊 包包啊 我都用好久 我到現在都還會再穿 我今天這件也是他送的 對 他每次送我衣服都穿很久 應該真的是五連六色生難體 你好驚艷 我以前追著偶像每次拍到都穿一樣的衣服 雖然我衣服重拖率還是蠻高的 但是會盡量避免 他是隔久一點的穿 現在都是滿新衣服去判工 阿貝當遠好好 不會太常出現 不是說女生的衣服永遠不嫌多也永遠穿不夠嗎 是啦 可是還是要克制一點 總不能一直買吧 謝謝阿貝桑讓小秋有更多衣服 你們現在IG或是為什麼會看到很多衣服 都是阿貝桑送我的 真的 真的 這衣服要見嗎 給你玩 太幸福了吧 謝謝好好的水晶薔薇 那鞋子的部分最近也沒什麼買 應該說我最從搬家後得到了一個新的概念 就是如果我要買一件新的衣服 或是買一個新的鞋子 那我要 那我就要 處理掉舊的我沒有在穿的一樣 比如說買一件我就要丟一件這樣 這樣才不會爆炸 才不會就是都沒在穿這樣 就是如果買了就要穿 這樣沒在穿就是不需要的東西 他就不需要一直放著 對 然後 牛奶糖還是在嗎 牛奶糖沒有 他回家了 謝謝冰炸船的好美乖 有了搬家的經驗有點怕 是蠻怕的 我真的搬家整理太多東西 整理不完有點嚇到 就覺得好像不能 這樣要斷舌離 然後過精靜一點的生活 以後拍個蝦皮專門賣你不要的衣服 搬家就是一個很可怕的門路 你的東西比切換多嗎 應該是喔 因為我衣服鞋子也比較多 對 所以我東西應該是比較多 可是我覺得 以搬家來說 我覺得我東西算少 我已經算是東西不怎麼 沒有那麼多的人了 我覺得 看要每次搬家就是打出什麼東西 搬家最怕輸太多 喔 書蠻重的 欸沒有欸 可是我那次 我這次搬家發現衣服意外的也蠻重的欸 那種衣服就是裝在那種黑色大垃圾袋 垃圾袋 塑膠袋 裡面 黑色大的那種 裝一裝也是蠻重的欸 衣服更舒服 衣服更舒服 謝謝豬龍的螢光棒 說好親自送 說男生是9 书很恐怖 最近也要玩 但切放的书也蠻多的 那时候大概一箱两箱的书 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出那个电子书很方便 就是环保然后你也可以一直阅读 然后就不用买一本书在那边占空间 我真的觉得电子书还蛮棒的 因为我觉得我看书是一个 就是我是想要得到书里面的内容跟一些知识 所以我就是不需要他那一本东西来弄 所以我觉得电子书蛮方便 我的看书的理念 但应该还是蛮多人喜欢实体书吧 就是觉得比较柔看书的感觉 但我个人是没有那么介意 说是实体或是电子 如果是大量文字比较偏好拿字吧 那我看了切放的那种电子显示器 反正现在的那个阅读器其实都做蛮好 就是它的那个仿的那个纸值 就很像真的纸 然后阅读起来不会太太蓝光的感觉 因为我之前有用iPad看过书 然后就那种博客的电子书存在iPad里头 跟我看过阅读器的那种 我觉得阅读器看起来还是比iPad没那么像 就是没有那么蓝光的感觉 就是它的那个纸值跟字的样式 还是比较像真的书 高级阅读器确实厉害 我之前也有去逛那个书展 台北书展 然后里面就有卖阅读器 我真的有去逛那个摊位 我觉得就是好的 阅读器是真的做的蛮不错的 我要换一首歌 而且热读器超省电 我也很想要一台热读器 可是热读器看起来很舒服 现在书也涨了 连带电子都也涨 用平板看书眼睛很爽 真的我这样有一次就用平板看 就觉得好像还是有点不舒服 就是那个蓝光吧 不过平板比较泛用 小秋会有考虑写书吗 我要写书吗 从来没考虑过耶 我的那个逻辑可以写书吗 我的讲话的造诣可以写书吗 是没想过啦 我应该写不出来吧 我的国文哨音那么赖 可以吗 那样 文学很好耶 好像可以 可以直接海外网购 有些跟台湾加强蛮大 而且是黑舞不少 真的要看指数可以去图书馆见 你词汇还太少 这倒是 眼都可以拍电影楼和艺术品 写书算什么 写书的话我再研究一下 我努力一下 虽然这不在我人生目标内 但是谢谢你的提议哦 我会 这个之后 说不定之后 真的会爱上来 很难说嘛 我哪一天如果要写说 会跟你们讲 如果要写八年回忆录 我可以收费代笔 八年回忆录 我是可以写得出来哦 BD也是经历了很多不少事情 你路上的心境成长 跟同才之间的关系 还有跟粉丝之间的关系 倒是蛮多可以写的 繪板也不用很多字了 期待耶 你快写 我有时候会在想说 我就是八年在当偶像 是不是跟社会脱节 就是月夜后出去的话 感觉跟社会超脱节 就是什么都聊不上 就会觉得是不是 没有任何经验的那种人的感觉 但我后来发现其实 在这边当偶像的经验更是丰富耶 经历的东西 反而是大家可能都没有经历过 这个也是一个很 怎么说 很厉害的东西吗 这是我专门的东西 所以我应该引以为傲 不是引以害怕对吧 我应该要再看得起自己的这些经历一点 谢谢科基如的掌声 谢谢 真的是厉害的人 谢谢 书就是要看到别人 不容易体验到的啊 写 而且我还有很多图片可以分享 诶 认识一个人如果上一本书 你等于翻阅过我们几百本书 诶这确实 我知道这个行业最特别的就是 遇到很多各式各样的人 就是 大家都是不同的书 我真的是看了很多不同的书 这个感觉 意外的可能还比一般的 跟我同年界的大学生 认识到更多不一样的人 而且我觉得如果我是一般大孙 不会认识到那么多年龄层不一样的人 但是因为我是当了偶像 所以才会在年纪那么小的时候开始 认识到那么多不同年龄层 然后那么多来自不同地方 来自不同生长环境的大家 然后跟大家一起工作 跟大家一起相处 就从大家身上也学习到 各种不同的价值观 或是诶这个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 那个人又是怎么看待这件事 就是 可以更多方的 对于同一个事情 可以多方的 在那不同的角度思考 就 觉得这样子的经历也是蛮特的 你问过很多手了 其实你接触的人比大家多太多了 其实一直很想听品涵讲你 三年研究生的事情 不过因为我是兴奋 怕其他人都问我 你想听我当研究生的时候的事情 可以啊 可以跟你分享 我觉得我在当研究生的时候就是 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假日会练习吧 因为我是国三毕业的时候 征学然后上了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是 有修了一年的修学 然后专心在练习跟 舞蹈上面这样子 对 然后 刚 其实老师说刚修学的时候 是蛮开心的啦 就是 做我喜欢的跳舞 然后不要上课 是蛮开心的 但是 真的一年 而且那一年我还有去补习补日文 或者是从那时候开始接触日文 开始的日文 然后 接到现在 就是基础是那一年大的 对 我的日文基础是从那一年大的 就是那一年的日文真的是 我有去补习吧 所以那一年的日文是让我进步蛮多 就是 真的从完全不会到可以 评凑出一些句子 听得懂别人在讲什么 所以我也蛮开心的一年可以去 接触到日文 这个语言 然后 后来 一年后 确实是有点 有想说 是不是要回去 念个书 然后后来有回去念书啦 有念了舞专 然后还是一边在 就是活动跟练习 其实我觉得 严重生时期就是一直在练习练习 虽然没有什么舞台 可是 我觉得 就是 还是蛮开心自己曾经身为研究生 因为这个心态跟一开九成 正式上还不太一样 就是因为身为研究生 所以才会更珍惜 现在 当正式生拥有的东西 不管是漂亮的衣服 或是舞台表演的机会 就是会更珍惜嘛 因为 就是 曾经当过研究生 研究生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什么舞台 就是真的 一直练习练习练习 练习 然后就是为了 之后可以站上舞台 我那时候一开始 真的也是没有接触的跳舞 超烂 我刚才有去看那时候跳的影片 我就想说我在跳什么东西啊 真的 真的也是从 什么都不会开始练习 我自己回去看以前的影片 真的觉得进步蛮多 我真的是 很替自己开心 也觉得 想跟那时候自己说辛苦 一路上的努力都没有白费 就是成长是看得见 自己也明显有感 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也会愿意继续努力下去 以前超久一次Fan Meeting 日本成人来时才能看一下你们 然后我觉得以前练习的时候 也会很在意每一次在台上的表现 就会很用力 很用力的想要表现好给大家看 但到后面 渐渐的 真的是舞台间的累积耶 我觉得 当你遇过更多的人 更多舞台的心情 会更放轻松 就是更自在的演出 然后想要表达的东西 也能够更自然的流露出来吗 其实我觉得跟年纪也有差啊 像你可能小学的时候 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啊之类的 可能你遇过了一些什么事 你才会理解 而且我们常常唱的歌词也是各种不同方面 可能有喜欢的东西 就是传达喜欢的心情 也有可能传达跟同才一起努力的心情的歌 所以你经历的事情越多 越能够理解那个歌词是什么样的感觉嘛 所以就越能够很自然的表现出来 我觉得这也是 就是从研究生死期到 你知道现在 我觉得很明显有改变的东西 谢谢好人的掌声 以前练习校课都跟谁去吃饭 以前我妈妈都会陪我去练习 因为那时候 我不是说我小时候在广门演吗 一直到国中的时候 都是我爸妈会到学校门口接我放学那种 所以他们一开始我在 因为一开始练习都是在台北 然后是基隆了 那时候还没有自己搬来台北去 所以就是我妈妈一开始都会陪我去练习 可能妈妈跟其他 也连妈妈 林姐妈妈都蛮熟的这样子 狗狗妈妈也蛮熟 然后我们以前也会 搭妈妈跟小朋友一起吃饭 所以大家彼此之间都蛮熟 是后来我强力 说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去台北练习 我妈才默默的放手 让我自己一个 我觉得以前好像研究生时期 大部分都是我妈陪我 然后好像是TPE的时候 我比较才自己一个人坐车来台北 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学会放手 我觉得我妈也是应该经历了很大 很大的心理的那个门槛 因为她真的太爱女儿了你知道吗 太爱我了 所以也会很担心吧 我觉得我们彼此之间也都是过了蛮大 因为一开始被放手的时候 从早上都被顾得那么好 一开始被放手要自己一个人来台北 然后自己 其实内心 刚开始我自己来的时候也有点害怕 就是坐车啊什么 然后很害怕找不到路啊之类 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学习 后来就不怕了 就可以独立的去完成这件事情 以前会难心平寒太求好心气压力太大 我确实 以前是个求好 现在也是求好心气的人 只是现在比较可以面对 这些压力 以前真的是很痛苦 以前比较没有办法想那么多 想那么周到 如果要写错的话 妈妈的心境感真的很适合写 好像是耶 谢谢老婆的掌声 这名字也太害羞了吧 看你们分享了 延周三十七的照片 我觉得我长相也是改变超多耶 以前不太会化妆 我延周三十七真的不太会化妆 一开始化妆都是 我就有真选的照片 是有拿来带我去一个沙龙店 然后沙龙店的人帮我弄的 然后真选的时候也是去沙龙店帮我画的 我完全不会化妆 后来自己慢慢才学习 然后以前去练习也是没有什么化妆 然后是看到 施雅姐姐 施人姐姐 对 看她姐姐蛮化妆才慢慢想说 嗯 她们好漂亮喔 我是不是也要戴个隐形眼镜 我是不是也要化个妆呢 然后慢慢学习 欸我跟你们说 那时候认识施雅的时候 她们二十岁嘛 那时候觉得她们很漂亮 就很崇拜你知道吗 因为就是一个国中刚毕业的小屁孩 完全没出过社会 她们可能还打过工 就是有接触过社会 就是姐姐嘛 真的觉得她们好漂亮喔 然后很侃侃而谈 然后面对不认识的环境 不认识的人都可以很 虽然可能不是那么 也不是那么外向的人 但是可以很大方的跟 不认识的人聊天 跟不认识的人介绍自己 就很崇拜啊 对啊 对啊 然后没想到 我也可以 现在 想要跟她姐姐了 所以一路上真实 不容易能 谢谢大家陪着我成长 我的研究生 生活大概是这样 研究生 实行练习完 有时候会跟大家一起吃饭 然后也有跟大家去逛过街 我好像蛮常跟谷谷跟雨琳一起吃饭 因为雨琳也是 不是台北人嘛 她花莲人 然后以前是她妈妈 常常会带她上来 所以我们就是 以前也蛮常一起 品牌的春桃 现在这样真的很意外 我知道我自己出来住之后也是独立蛮多了 然后觉得我研究生时期的心态 比较是开心的在玩的感觉吗 也不是玩 就是还算认真做好自己的事情 但是比较是 我觉得我那时候的心态 还没有成熟到 觉得这是我的一个 可能 我的一个工作 然后我要怎么样让别人看到我 比较我想到那么多 比较就是 哦我要可爱可爱啊 然后大家都会喜欢我了吧 或是 比较不会那么的去精心的想说 我要怎么样让别人更认识我 比较没有想那么多 比较是开心的一个 就是 开心跳舞 开心跳舞 然后有活动就还好开心哦 可以教大家开心跳舞这样子 的心情 比较不会想那么多 当然还是有好好的练习我的舞蹈 毕竟我也是蛮喜欢跳舞的 只是 可是脑中不会想这么多龟话 对就是一个学校之外的快乐小天地 然后就是 哦每次假日可以去练习 练新的歌就觉得好开心哦 然后可以唱唱唱跳跳 然后这样子就很开心 对 不要没有想那么多 大概是这样 没想到大家对我的研究生生活 研究生时期的生活 还想要了解 对了 因为我好像比较少会分享我以前的事情 研究生时的事情 没想到没有想那么多 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 就只是开心在跳舞 开心在跳舞的一个小孩 谢谢小拐面线的掌声 谢谢浪克的掌声 还记得平衡在舞台上玩魔方 其实我很感谢TAKESH3 还有以前的那个经济姐姐 就是最早最早最早之前 照顾我们的那个姐姐 诶我有说过她的名字吗 还是不要透露名字好 但反正就是一个姐姐 照顾我们的姐姐这样 然后就蛮感谢她 因为也是 就是她以前那么不懂事的 就是那么小孩子的时候 然后他们也会 就是虽然就是偶尔会凶我们 但是那个凶我觉得不是凶 是必要的管教吗 对 就是 毕竟这也是一个工作 然后要这么小的小朋友 来到这样子的圈子 这样延续的环境 真的是蛮 我觉得蛮困难的 也需要被教导嘛 对 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他们 就是 我觉得很感谢有他们的管教 才可以比较了解说 哦 你现在是在工作 不是只是来玩的而已哦 你要好好的去对待你的这件事情 对 就 还蛮感谢的 就是 面对你这份工作 跟 大家是这么样的看着你 所以你不可以 不可以 就是 就是 对不起他们 应该要好好地 做好你该做的事情 才会让 这么多 支持你的人 是 值得花这个门票 前来看你的 这件事情 就是让我很 有这样子的意识嘛 就是 应该要对得起自己的这个工作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才不会对不起花钱来看我们的 所以 还 觉得能够遇见他们的开始 想问有机会在直播上看到品寒的美腿吗 可能 之后有机会 在入选人就生之前品寒就有明星梦吗 诶 完全没有诶 真的完全 其实是我姐姐的梦想 我姐姐是从小就有想要当明星的梦想 然后从小是没有 对 然后从小也没有发现自己爱跳舞 爱唱歌 真的是加入48之后 才发现 诶我满喜欢舞台表演 满喜欢说到大家的掌声 满喜欢在舞台上 带给大家 活力 然后看到大家的笑容 才觉得很有成就感这些事 真的是 但是 就是 进到我这个行列之后才发现 诶自己满喜欢 才开始有 这个梦想 一个偶然 不准乱肉媒腿 谁叫你肉媒腿 不准乱肉媒腿 这是一个偶然 谢谢那一次的偶然 让我 的人生 这么特别 让我可以丅看到这么多 很好的大家 这一切都超符合 AKB的 緣分 一定是民眾之靈的相遇 謝謝魚魚的一顆心 最愛你 但中間或許還是有想過想離開的吧 剛有人問你怎麼能堅持那麼久 有耶 其實在研究生時期有一次可以選擇的機會 就是看你要不要繼續當研究生 然後我那時候一度有想說我要不要回去念書 就不要再當偶像不要再當研究生 因為那時候我完全沒有成立台灣團體的想法 那時候就是無限的研究生 你也不知道會當到什麼時候 然後就曾經也有想過要不要就回去念書 就好好讀高中 好好讀完大學這樣 然後那時候是我爸爸 我爸說你都到現在要不要再繼續試試看呢 然後我才 就是好 然後我再試試看 然後就即使當了很久的研究生很久的研究生 然後再後來就提P成立了嗎 對 然後提P成立之後反而是我自己想要想要留下 因為我都覺得我花了那麼久的時間 如果我沒有被大家看到那不是太可惜了嗎 我就越做不到事情越想挑戰 對 所以提P成立之後 好不容易有一個可以出到的 正式的出到集合 我就覺得我都努力那麼久了 我總不能就這樣什麼都沒了吧 我就 對 選擇從來拉提P的一起生 然後 我覺得我 研究生時期比較有想放棄的念頭 可是真的到提P的時候 因為太得來不易了 所以反而比較珍惜 反而比較想要 證明些什麼 然後就比較沒有放棄的念頭 真的要感謝你有點不服輸的念頭 這集我要剪金髮 謝謝BR的告白氣球 對 我反而到後期比較沒有說想要離開 因為反正很辛苦的事情都遇過 就覺得好像 可以啊 我可以做到的吧 就覺得 很想要去挑戰不同的事情 就沒有想要放棄的感覺 大家有沒有放棄飯品函 你們有曾經想放棄過嗎 蠻好奇 要不要考慮巡台演講 我從來沒想過我自己可以演講 但如果現在要我演講 我好像可以 可以喔 如果是講我 的專門的東西的話 好像是可以 好奇 You are legendary Thank you 老實說有 感覺應該會有這種時候吧 夜深圓靜的時候 很常會想很多事情 就想說 我是不是不要放棄 我是不是不要當偶像的這樣 一定有過的嗎 品函放好特別 聽其他團人說 自己的家人 從反對真選到現在 其實我爸媽算蠻開放的啦 一直都蠻支持我做這個事情 可能是因為我姐也喜歡吧 所以他們很早就能夠理解 這是什麼東西 對 因為我姐也是走這個行業 所以他們比較能夠理解 太太優秀了 不敢跟你姐 謝謝 謝謝大家 聽我說了這麼多 但研究社很前提 就有點把平衡定位為S的感覺 沒有啦 沒有沒有 我就是想做好自己的事情 然後 讓更多人看見 上次四周年是我第一次犯TP的表演 就如何 心態很正向 其實我覺得 站在舞台上的人 心態正向很重要 不然自己會太痛苦 因為我也曾經經歷過很痛苦的事情 謝謝黑捷克的啾啾你喔 就是我也曾經經歷過 就是覺得 為什麼別人都看不到我 為什麼我做了那麼多努力 我練習了那麼多 大家還是不喜歡我 就是很負面的心態 就是 覺得做什麼都很不帥啊 表演也不帥啊 大家都看不見我啊 粉絲好少啊 為什麼大家都不願意為我 花錢啊 不支持我啊 很 很大的心態也有過 就是也有過 很痛苦 每天晚上 在被子裡哭的時期也有 然後 我覺得 心態正向真的很重要 就會影響到整個人的 氛圍跟表演 就是你的心態不太好的時候 你表演 讓大家看到的東西 就是我覺得感受得到耶 粉絲可以感受得到你的心態 是不是那麼好 就是表演出來的東西也會有差 但後來 因為太痛苦了 所以覺得 不能這樣下去 就只要好像 要換一個觀念嗎 所以慢慢的去 更廣泛的思考這些事情 不那麼單一的角度去看這些事情 所以 心態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心態 好了之後 整個人都滿開心的耶 然後做什麼事情 感覺都很順利的感覺 我真的覺得是這樣 因為 就是我現在的狀態 真的是 我覺得我每次都 表演啊 都很開心 就不會覺得 雖然身體會累 但是心情是開心的 但我覺得是開心的就很棒 夜深痛苦的時候 在杯子裡哭了 心情也有 是真的有 曾經有 我想一下 大概在我 三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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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三單的那一時期 有點這個 因為那時候 剛好又被選為centrum 然後那個壓力 你知道嗎 被大家看著的壓力 然後 十八九歲 十八九歲的那兩年 有點痛苦 然後過了 好像搬出來住之後 有成長很多 二十一歲以後 二十二十一歲以後 成長了很多 居然是那時候 有年輕成員相片 還請教這些經驗嗎 沒有啦 我覺得我這些 我平常也不太會跟別人聊這些 就是 分享心情的時候會 可是 不會主動跟別人聊這些 會想說 會不會有點高高在上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這些經歷 也不是一個什麼 很 很 可以拿出來說 教的東西 不是說教 我覺得這不是說教 就是一個經驗的分享 但是 別人問我的話 我才會教 平常也不會主動去說 大聲的說這些經驗 那我今天的直播 差不多 要結束了 等一下要去吃燒肉 開心 終於可以吃晚餐了 等一下要吃燒肉 好餓喔 多吃點 我會拍肉給你們看 那我差不多要來 先來念排名了 要進入我的消灘環節囉 倒數一分鐘 大家想要更動排名 趁現在 那我等一下就要念排名了喲 謝謝好人的韓式發數 我開始倒數 我有按計時計 謝謝恩的告白氣球 謝謝魚魚的依靠心 謝謝祥峰的紅玫瑰 剛剛這是一團很棒的演講 謝謝 謝謝阿元掌聲線 謝謝倫文掌聲線 謝謝小拐面線的 鍾情玫瑰 謝謝 以家慕斯 剛開始是把你當妹妹喜歡 現在反而很常 因為你的言行其實 橘子喔 有所鼓勵 謝謝浩天的珠珠娘 謝謝浩天 謝謝柯基瑜 謝謝浩義 謝謝白尖鋒 謝謝藍熊 謝謝魚魚 謝謝咖啡 謝謝黑傑克的粉紅兔爆爆 謝謝黑傑克 謝謝黑傑克 謝謝魚魚的小浩角 謝謝Luz 謝謝阿元 謝謝羅宋 謝謝羅宋的熊豹 謝謝烏馬的英文棒 謝謝呼呼的掌聲 謝謝魚魚的小浩角 謝謝浪克的薰衣草 好 差不多到了一分鐘 謝謝好人的紫色泡泡 謝謝大家的禮物 很開心 謝謝你們 希望我今天的一些心態啊 的轉變跟成長 可是今天的分享也可以 讓大家思考一些什麼 謝謝浩天的珠珠你喔 希望對於可能在很迷惘 或是很大的人的心中 可以給你們一些什麼幫助的話 就覺得很開心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我真的每次看到大家說 曾經有一段很低調的時期 因為看了平衡的表演 或是聽了平衡說什麼話 然後讓他的人生變得更好 或是讓他改變了想法 我就覺得很感人耶 就是 我覺得我當我上最開心的事情 就是可以把這些能量傳達給大家 雖然我也會有負能量的時候 但是 站在舞台上給大家這些正能量的時候 然後 聽到大家的回饋 我也可以得到很多正能量 雖然就是一個交互的關係嗎 你們幫助我 我幫助你的感覺 就覺得很開心 也覺得是 當我上最大的目的 跟最大的終止 就是這個吧 能夠跟粉絲互動 然後幫助大家 大家也幫助到我 一個互相給予正能量的關係 折射著 當我上最快樂的事 希望大家也是這麼樣的 在支持著我 之後 也會繼續努力的給大家 好的演出 好的 東西給大家看 好嗎 好嗎 那我要來念排名了喲 謝謝你們 天啊 我這樣可以這樣講完一整集 真的 感謝一路上的經歷耶 我以前真的什麼都講不出來 我好感動喔 替自己感動 謝謝大家 我的成長也要感謝大家的幫忙 因為遇到了很多不一樣的人 讓我可以思考 跟促進我成長 謝謝你們 謝謝浪赫的晚禮服 有 雕躍的手牽手也要來找我 後夜見 然後這個熱身水也要叫指定 我今天應該會再發一天業配 看我來念排名了 第十名好人 第九 雞腿渣 第八龍哥 第七中影 第六BR 第五號籤 第四 浪哥6054 500 第三羅 第二好好 第一黑捷克 恭喜黑捷克好好跟羅可以指定了 謝謝三位 恭喜 還有業配喔 我的錢包 就叫你不要亂說話吧 黑捷克 畢業快樂 謝謝晉升 畢業前的這些 時間也要好好陪我喔 等你們指定 不是你不要弄得好像是最後一次指摸 沒有 我今天沒有很難過的氣氛吧 今天是蠻歡樂的分享啊 今天分享蠻歡樂的吧 值得開心啊 我們彼此的成長耶 溫馨的感覺 對啊今天是溫馨耶 今天講的都超棒 快寫數 沒有 雖然已經成長到現在的樣子了 但是不能滿足現狀 還是希望可以抱著一個謙虛的心情 來吸收各種不同的知識 還是有比我很多厲害的人 跟很多厲害的事情 跟我不知道的東西 所以還是要抱著一個 耗血兒的心態 接收各種不同的心知識 路過我的給耗...喔!你的給耗益好 耗益可以指定喔 黑捷克德給你 好感動其實一直想知道這些事 今天有開口問品函研究生的事 真是太好了 謝謝張湯妮 很開心你可以加入這個大家庭 成為我的粉絲 你剛剛說你是新粉絲對不對 謝謝你 雖然沒有參與到以前的部分 雖然沒有參與到以前的部分 但很開心你還願意了解我以前的事情 之後也要繼續支持我喔 這話題開得好嗎 我也萌新 好豪、浩毅跟羅 可以指定 我是不小心跳過了嗎 還是你們還沒留言 可以指定了唷 好難想我想想 好你想 羅指定了 對不起是不是我沒看到 新粉新粉 羅流了 對不起羅 我來看看喔 被洗掉了 好 好 品寒這麼電的話 就來個來電達鈴吧 沒問題 嗨咧咧咧咧咧 哈囉請問是羅嗎 聽到豬聲後請留言 豬 謝謝羅的指定 我真的 真的最喜歡羅了唷 不知道你聽到這個留言會不會很開心 希望你可以把這個傳成你的永久留言 然後你每次接電話的時候就可以聽到 謝謝羅的指定 好豪 好豪呢 我也可以算夢星嗎 黑流星喔 不算 好豪跟浩毅 好豪 品寒歷年周邊剩餘數量不多 趕快下單 大家趕快下單我的歷年周邊喔 必要的就買不到囉 趁現在去補期以前沒買到的東西吧 好吃哪 謝謝張湯米的啾啾你喔 謝謝湯米 謝謝湯米 浩毅跟浩毅 浩毅還在嗎 浩毅有指定喔 陽光包是社粉絲團嗎 好像是耶 我應該打開它嗎 浩毅還在嗎 浩毅浩毅 浩毅 好久都搶不到 指定給小智們鼓勵的話 像是未來的路友躲卡 可我們未來還是會在 我想跟大家說 就是 一路上應該有很多辛苦的事吧 或是覺得很煩的事 好 希望大家在看到我表演的那一刻 或是看到我舞台的那一刻 都可以把這些東西忘掉 然後好好享受我們 剩下的一些舞台的時光 然後也很謝謝大家 用他的支持 跟我所做的一切 都要好好的 記住大家 為我做的東西 真的很感謝大家 如果沒有大家在的話 真的沒有辦法 今天我想要講出這麼多成長的故事 也是因為有大家的幫忙 所以希望大家 未來還是可以好好的陪著我 然後不用擔心 我也會好好的陪著你們的呦 好 講太好了 謝謝浩義 謝謝玉的掌聲 謝謝社長 謝謝柯基宇 謝謝張湯明 謝謝小管麵線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差不多下過了 好好還在嗎 如果好好不在沒有 要指定 我就幫他指定一個囉 好好說不用指定 好 那我就送一個愛心 可愛三連拍 送給好好的可愛三連拍 謝謝好好 好 那要下次見啦 大家要記得支持我的身體症喔 直到20號還有最後兩天 拜拜 大家晚餐愉快 再跟你們分享燒囉 拜拜 謝謝大家 拜拜啦 拜拜 拜拜 拜拜